都说大医院小诊所 那这诊所能有多小 在寒南城安县 一个背包就可以是一个移动小诊所 这个包是救命的包 得外交都弄病开了 太方便了 最近寒南首个行走的医院健康180项目在城安县落地 全县是一个卫生院89个行政村卫生室 配上了100套全科医生助诊包 别看这助诊包个头不大 它可是个全科医生工作站 包含有新电图、彩钞、24项血液检测 11项尿液检测等远程检验检测设备 每天可以提供100个北京上海等地三甲医院远程专家号 村民有九余需求室 只需扫描、甲康、腰部量人为门 进行一甲呼脚或语业 我们村医就会立即赏目的服务 医生背上助诊包走村入户 通过全科医生工作站 将诊疗数据及时上传至县医院 还可以与北京上海的专家连线 进行实时诊疗 我们正在雀下乏味 甲舌、甲康、腰部量智慧中心 透若试用后 人民群众一甲呼脚 我们雀部量智慧中心 就会立即在雀下乏味跳配 就近村医 用嘴大的试驾 解决群众的医疗需求 河北新闻联播里说 我省各地扎实开展主题教育 办好民生事事 小小助诊包帮助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把互联网医院搬到老乡家门口 实现大病不出现 看病不出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